Hello大家好,现在大家也在参加WSOP吗? 这次我会到Vegas准备参加WSOP比赛 如果各位朋友没办法到美国参赛 全球唯一和WSOP合作的扑克平台GG扑克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下方链接 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Stacks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Hustler百万赛的最后一集首排 上次有讨论过从这局来的另外四个首排 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在我的频道回去看 今天首排的主角是Rampage 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他是谁 但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之前也有讲过他上次来Hustler打的首排 虽然他还很年轻 但这几年尤其是打锦标赛 他算是个有成就的玩家 大家可能记得他才没多久前 打的局都是五块十块比较小的局 后来因为他做很多这些局的扑克Vlog 再加上开始赢了一些比赛的冠军 他就得到了很多粉丝 之后他就开始卖股份给很多这些粉丝 让他可以参加这些高尔局 也不用冒那么大的险 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加入这次百万赛 蛮聪明的 所以那天的忙住一样是五百一千 然后Anti那时候升到两千 再加上一个两千的Straddle 中间已经有五千五的死钱了 大家都弃牌到Rampage在小猛卫 他拿A7梅花加注到九千 很标准的加注 然后我们看到Hans在大忙拿QQ 在这里通常玩家都会三比 隔离在小猛的玩家 同时让后面Straddle位置的玩家 有不好的底次赔率看flop 但我们看到Hans 想了一下选择用平跟的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平跟 我跟Hans打过 也知道他算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玩家 所以如果他选择在这里拿那么大的牌 被动的跟注一定有很好的原因 我相信是因为他后面的玩家 在Straddle位置也是一个激进的玩家 甚至比他还激进 他叫Pov Pov我对他不熟 也没跟他打过 那时候是他第一次打Hustle的高尔局 但我从那天的局看到 再加上我听说过的一些八卦 知道他真的是一个非常aggressive的玩家 会不停的3B给玩家压力 Hans那天坐在他右边 几乎每一手都没位置 肯定比较难打 所以一定也做了不少的调整 我觉得Hans在这里 是在等Pov3B 就可以再做挤压 这个动作当然有点危险 因为如果Pov没有加注 也只是用跟的 他的QQ在翻牌后 就会比较难打 但我觉得在这里偶尔拿一些很强的操队 混合一些平跟也合理 尤其是对比较会赌牌的玩家 或是对一些 尝一起打的玩家 在很多排面 他们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拆到你的范围 但是我们看到Hans跟了之后 Pov也只用跟住的 没有在挤压 在那里面 你5-bet 60K 在这次你3-bet 50K 对吧 这次是Hans 这是非常适合的 我把Hans的捏压 他刚刚连着拆掉了 他知道了 Pov 这次 Pov 还准备了 很大 排面来了 J Q 10 两个方块 Rampage有A-High 卡尔顺加上后面花 他选择扣购牌 Hans 中了顶三条 也选择购牌 又想勾Pov去下注 Pov這裡有雙頭瞬 他看到大家都夠拍 想說他有機會可以在這裡直接贏底池 下注了一萬五千 回到Rampage 他想了一陣子決定加注到五萬 我非常喜歡他這裡做的加注 Rampage知道他在這個排面有範圍優勢 他在翻牌前是加注的玩家 另外兩個玩家是用平跟的 所以他的範圍裡會有比較多的AK中天順 還有所有的三條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Hans在這裡才是拿最大三條 但是這是個特別的情況 一般來說他跟Pov的排力在這個排面會很有限的 Rampage當然完全沒有想到Hans會在這裡拿QQ埋伏 現在換到Hans要做決定 他在這裡夾在中間 面對一個下注在一個3B很不舒服 當然另外兩個玩家都可能會有順AK K9 98 所以再加注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他再加注然後又被對手raise或是all-in會更不舒服 就算他是落後但是他的三條還是有那麼多EV 也會很難棄牌 然後當然有可能他還是領先 我們看排面有聽花聽順的可能 所以在這裡跟住應該就是最好的決定 看到Hans跟住了之後 Pov決定棄掉不買順了 可能想說就算他中了 他也許最好的情況只能chop 要不然就是中了但不會被支付 畢竟他拿一張K中順也會太明顯了 Pov出來了 And a club comes off here on the turn 轉排來了梅花2 讓Rampage有聽A-high後門滑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轉排可以讓他繼續給Hans很大的壓力 他現在有更多的outs可以在合牌中nuts 從Rampage角度來看 Hans可能有任何組合的兩隊 可能有任何一隊加上買順買方塊的組合 比如A-10方塊、K-10方塊 我覺得只要轉排不是方塊或是Q、J、10 他都可以有自信的在下注 And Rampage picks up the nut flush draw You should come to Vegas and play with us And here comes the overbet here 175 and Hans is just so underrepped here 底池有144000 他選擇Overbet 175000 Hans在這裡的情況跟翻牌很像 如果他在這裡加注或是打光 很大的機率都會撞到順 他真的只能繼續跟住看最後一張牌 I believe you I believe your parents are in a hedge fund There's a call And this would be a disaster If our Queen or a Jack of clubs Somehow rolled off Rampage 合牌來了黑桃五 算是空氣牌 兩個flush draw都沒中 Plot現在有494000 Rampage現在只有A-high 要決定要不要再bluff第三次 我覺得第一個他要想的是 Hans有沒有足夠的牌會在turn跟住 然後在river還可以棄掉 說的簡單 但這真的是一個好的合牌在bluff 轉牌跟合牌沒有改變什麼 合牌還是沒有攻隊 也沒有來第三張方塊 Rampage還是可以演自己的順 所有的two pair跟一對子 買花沒中的組合 都會很難再抓bluff 順便也提一下 因為Rampage手上沒有阻擋方塊 所以對手有兩張方塊的幾率 就比較高 雖然Hans不是在買花 而是有非常強的三條 但如果再面對一個很大的下注 也會很難call 我們來看他怎麼打 想了一下 Rampage很有勇氣的決定在這裡推ALL IN 繼續演自己有順 又是一個overbet 超齒尺寸 Hans要callALL IN 就要跟住618000 賠率沒有很好 他的三條在這裡只是一個純粹的bluff catcher Rampage不可能會拿更差的value這樣推 所以Hans真的很難跟住 有趣的點是 如果Hans在這裡拿KQ 他其實就阻擋Rampage有一些AK的組合 所以KQ雖然比QQ還要弱 但是理論上來說 在這裡用QQ抓bluff比較危險 看到Hans想了一下 最後真的fold了 Rampage就秀給他看 然後Hans就很震驚 看到他被bluff了 我可以感到Hans的痛苦 這個決定不容易 就算我在另外百萬賽很大的手牌影片有提過 會有玩家在這裡願意bluff那麼大的金額不多 很多玩家可能會知道在一些情況要bluff 但是可能因為金額對他們太大了 或是感覺沒有足夠的棄牌率 覺得對手不會相信 所以他們就不再bluff了 我覺得要做這樣很大的三條街的bluff 確實需要針對對的玩家 我們上次在這個局看到Doug Polk拿AA被bluff 最後也是棄牌 這次看到Hans拿三條被bluff 我覺得在這個兩個手牌 對手都是會去思考很久 去讀牌 而且能自律的棄牌的玩家 所以要做這樣的bluff 就一定要了解對手是什麼樣的玩家 這是Hans第一次跟Rampage打牌 這應該有幫助讓Rampage的bluff過了 從這個手牌 我們可以看到範圍優勢的重要性 也可以懂為什麼Hans會選擇棄牌 但很多人一直討論Hans真的該不該fold 也許理論上來說他棄牌是正確的 但很多人說因為他的牌力被隱藏了 Rampage沒想到他有那麼大的牌 他在這裡就必須要跟住 說如果對手真的有順就沒辦法 大家是什麼看法 對這個手牌有什麼意見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Hustler百萬賽的手牌系列就講完了 記得還沒有看過上次講的手牌 都可以在頻道回去看看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